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华为鸿蒙系统怎么安装谷歌。 按照之前的方法,谷歌服务助手打开以后,会出现网络异常导致安装失败。 下面我们开始进行教程。 鸿蒙系统需要我们有一台Windows系统的电脑来配合安装。 首先从视频下方的链接下载AdbZ,然后把它解压出来。 把这个文件 点鼠标右键,选择复制。 到C旁跟目录粘贴。 粘贴好以后,把谷歌服务助手卸载调。 然后用数据线把手机连接到电脑上。 然后上面通知栏左手边拉下来。 点一下。 更改为传输文件模式。 设置关于手机。 版本号连续快速地点击6到8次。 然后在手机上输入密码。 锁屏密码。 输入锁屏密码进入开发者模式,点后退。 系统和更新,开发人员选项点进去。 拉上去找到US调试把它打开确定。 连接US总是提示也把它打开。 下面这个监控AdB班装把它关掉。 然后我们回到电脑上AdB文件加。 把这个坑的X把它打开。 然后把AdB命令点打开。 我们首先复制这一型命令。 检测我们的手机是否连接。 AdB窗口点鼠标右键可以粘贴命令。 然后敲回车,可以看到出现有个串号。 这里提示有个Device,表示已经连接上。 我们再复制这一型命令。 到AdB窗口点右键。 敲回车键提示成功再操作一次。 然后我们复制最下面这一型命令。 到AdB窗口点鼠标右键复制敲回车键。 提示成功,然后我们在手机上操作。 桌面向下拉。 上面搜索栏搜索浏览器。 要用系统自带的浏览器。 点进去输入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在视频的下方也会有提供。 输入网址的时候。 网址的中间不要有空格。 有空格就下载步了。 我们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 文件下载完成。 我们找到文件管理。 点最近然后向下拉。 一直按住Azip不要松开。 点右下角更多。 点解压制。 这里必须是我的手机。 不是我的手机要点修改。 改到我的手机点确定。 确定。 点查看。 按住华为Zip不要松开。 点右下角更多。 点解压制。 点确定。 然后回到桌面。 找到设置、系统和更新日期和时间。 把自动设置关掉。 日期改到2020年5月份。 点确定后退。 点备份和恢复。 始终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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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选择第一项。 然后全部始终允许。 点知道了后退一下。 再点进来。 点右上角。 点从内部存储恢复。 点选这个19年12月7号的档案。 在手机上点恢复。 然后输入下面提示的密码。 1,2,3,4,5,6,7,8。 然后点确定。 等它恢复完。 点完成然后回到桌面。 打开谷歌服务助手。 打开以后这里应该是有七个选项啊。 如果没有七项的话就说明不对。 然后我们点激活。 点击活始终允许。 然后这里的开始下载或者重装都别点。 不要点,点了也没用。 回到设置、应用、应用管理。 点右上角显示系统程序。 搜索Google。 把搜索出来的这些应用全部卸载掉。 然后回到桌面找到应用市场。 然后回到桌面找到应用市场。 这里打不开说明时间没有改回来。 我们回到设置、系统和更新、日期和时间。 把自动设置打开。 再回去打开应用市场。 我们把它从后台关掉。 重新打开。 进去点我的点安装管理。 找到刚刚卸载掉的应用。 那些残留全部卸载掉。 如果这里没有卸载干净。 后面安装会出现问题。 好,就是这个带红色字。 Google开头的全部卸载掉。 这个谷歌框架也要卸载掉。 检查一下全部卸载干净。 回到桌面。 下面的操作。 如果人在国内要自己挂上自己的VPN挂上。 在国外就不需要了。 直接进行下面的教程。 然后我们安装0、2PK。 打开。 点Account点右下角点一下。 把谷歌账号登录上去。 这里两部认证我们收个验证码。 这个怎么方便怎么来。 我们把收到的验证码给它输进去。 收到验证码填进去点下一步。 点我同意。 这里有多个账号都要按照这种方法。 添加上去。 装好以后就不可以再新增谷歌账号。 然后我们再设置。 然后我们再设置用户账户里面设置可以看到刚刚登录的账号。 然后回到文件管理。 安装E34。 4。 3。 4。 安装完成回到桌面。 把这个MyCrog卸载掉。 然后回到文件管理安装2。 Apk。 这个文件比较大,安装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稍等一会。 好,安装完成回到桌面。 把通知栏拉下来。 我们等待任务栏弹出错误通知。 我们等待会。 就是这种不断弹出来的通知。 把它关掉它还继续弹出来的通知。 就是错误通知了。 然后我们到桌面打开Play商店。 等它正常显示。 好,正常显示之后。 我们把它从后台关掉。 找到设置、应用、应用管理。 右上角要选择显示系统程序。 然后搜索Google Play商店点进去。 强行停止。 点后退。 Google账户管理程序点进去强行停止。 存储点进去。 存储点进去删除数据点。 确定后退后退。 Google服务框架点进去强行停止。 然后点存储清空缓存删除数据。 后退强行停止。 存储点进去强行停止。 存储清空缓存还是有的话。 前面这个步骤多操作几次。 然后重启手机。 手机重启好。 我们找到设置进入设置。 找到应用、应用管理。 搜索Google。 这有点慢的。 搜索谷歌英文Google。 Google Play服务点进去。 存储点进去。 然后回到桌面。 打开Play上点。 出现重启我们点多几次。 在手机上点会更快。 直接在手机上点点多几次。 点10到20次显示不出来的话。 我们把它从后台关掉。 重新打开。 从后台关掉。 重新打开Play上点。 这里稍等一下。 多点几次重视啊。 这里能够正常显示我们把它从后台关掉。 找到这个Play服务。 清空缓存。 存储空间。 清除所有数据。 点确定后退一下。 强行停止三次。 三次以后点卸载。 卸载掉。 然后回到文件管理。 安装5。 APK。 又回到电话。 这次费有点子。 在电话里。 无论的声音。 不过。 我们把电话里面上回来。 再给我们转发。 这次费轮了。 在电话里面。 我们可以带来。 我们可以带来。 这个电话里面。 我们可以带来。 这个文件安装完成 直接重启手机 手机重启好我们打开Play上电 搜索下载谷歌地图 把谷歌地图原来装有的给它卸载掉 重新安装 安装以后我们再搜索下载Play游戏 通知栏有个错误通知 那右上角有个蓝色的两 这种没有关系是应用分身弹出来的 我们把它向左拉 向左拉然后点齿轮 点关闭通知就好了 然后我们看到Play游戏下载完成点打开 测试一下 好可以正常进入 再看看谷歌地图 按 让它安装完成 我们打开它 点一下这个准心 看一下能不能定位 可以定位 然后这个谷歌的安装教程就完成了 我们把没用的东西卸载掉 谷歌账户管理程序卸载掉 设置应用应用管理 搜索谷歌 把这个谷歌服务助手也给它卸载掉 把谷歌服务助手卸载了 卸载完成 就是这个Play游戏和谷歌地图都能用 就说明安装成功了 下面是我们视频最后面彩蛋 这个多屏协同 大多数笔记本电脑还有台式机都可以安装的啊 需要电脑有WiFi的蓝牙功能 在淘宝上可以买的这个多屏系统的NFC芯片 这个链接我会把它放在视频的下方 它的最后一就是它的肩下方 它就像虾头 near 下方一个短争的肩质 都不电脑 现在 感谢观看